Hello 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干一谈21年的路虎缆上行政版的 我们看下来约死 这个模块就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模块拆下来 把这个ACDT去拆什么车 这个是我已经把原池的西线拆下来的 这就是我看完的 完了我用这个证据去把这个交易许 我们把写好数据的盒子装到车上 接下来我们用ACDT槽子吧 解保路虎 这期以后看智能要是匹配 2018年以后的车型 这里有个更换RFA匹配 账常如果是说你是全系的锡片的情况下 要在这个里面 由这里面它有个适配器 加上以后给它写一个出世话数据 我们的锡片就是里面自带数据的 就不用写 这里面再接这个OBD编程 接这个菜单 先读取车辆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模块没有锁 就可以继续匹配 这个意思确定读取车辆信息 然后确定 确定 接这个第二口 了解好确定 继续 确定 即将开始编程 继续 模块编程完成 即将开始匹配YOS 我们俩继续 确定 这次设备要提示要至少两把YOS匹配 并且需要放在车里 我是现在这是原车主 这是我们全系的 先让匹配YOS拿在手上 确定 确定 用力按下接的四秒 第一把学习上起来 准备确定 再确定 看这一把也上去了 匹配成功了 似乎匹配下把 复 做到同步复旧 准备看一下啊 这个车看两把已经学上去了 两个ID确定 要是已经匹配完成了 确定 这次它会生成一个ROOG呢 传到它服务器上啊 看这个 出去上传 航空就OK了 我们试一下 着车 那 直接启动车 我们试一下遥控器啊 这是吸的 看有双一就OK 看 我们试一下原车的 看我这俩 它双上闪 就OK了 再试一下 一键启动 搞定了 ACDP呢 还是比较牛汤的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几台车了 确实是 不错的